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笔竭 笔尖结财 笔尖结财 他给人家的第一个观念 总是说这个人擅长跟与人交际 这个人很乐观 我们在书上基本上所看到的都是这一些情况 但是在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因为笔尖结财 他是同我的 他跟我一样 各位 你去看看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的状况 可是每个人个性不太一样 有的人很乐观 有的人很悲观 有的人很开朗 有的人很热情 有的人就是很冷漠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同我 同样跟我一样的 所以他会去怎样 把人家感化变成跟我一样 这个就是八字里面笔尖结财的一个特色 把他变成跟我一样 同我就是把他变成跟我一样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假如你笔节很旺 你笔节很旺的一个情况 可是你天生是悲观的 把人家会变成跟你一样 会变得很悲观 所以他其实应该是说 他比较擅长会去把别人的感觉变得跟他一样 要不要解 所以有些笔节很旺的人 他其实并不快乐 你不要认为笔节很旺 他就一定很快乐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质 就是一种分享 各位你要记得笔节就是一种分享 所以当他是一种分享的时候 你去看那些影片 搞笑影片 在电影院里面看 大家都笑 对不对 那就是一种什么 笔尖结财的特质 同样的你去看了一个悲伤的电影 前面人在哭的时候 你也会跟著想哭 为什么 笔尖结财 你会被赶你会被传领 所以笔尖结财 他就具有这一种 所谓的盲从的一种效益 他有盲从 前面怎么样 你就跟著怎样 就像你去参加音乐会 台上很嗨 台下就在那边摇、摇、摇 你也跟著在那边摇、摇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在那边摇 对不对 但是现场气氛就是带动 那就是一种笔尖的特质 让你会一种盲从 他会变得跟你一样的一种特质 所以各位笔尖的这一个特质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现象 来讲 所以我们一般 你会看到 有一些人远远看到 你就觉得 这个人很好 我就想要过去 就表示说他笔尖结财很旺 可是他带给你的是一种 你会喜欢的这一种的能量 可是有些人 你看到他 他妈的又来了 他又准备要传导负能量 我能够跑就赶快跑 为什么你看到他就觉得会这样子 因为他身上就带的是负能量 笔尖结财要传给你 所以你就看到他 我就觉得很难过 那个就是笔尖结财的一个特质 看到他我觉得很快乐 我看到他觉得很难过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笔尖结财 他就是具有这一些的特质 他也会让你盲从 什么叫盲从 其实这一种现象非常非常常见 就很像 你原本一个人都不想 都不敢去上酒家 可是三五个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走走走走 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我们就去酒家防欢 你当下你内心是拒绝的 可是大家都说好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你也跟得去 你知道吗 这一种就是一种笔尖结财的特质 就会变成是一种盲从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笔尖结财 不见得是书上所讲的这一些 擅长与人交际什么 不见得 他在生活当中 他非常非常的常见 一群人在那一边 一群人在那边会做出什么事 不知道 因为他会有一种盲从的现象 带头的人说要做什么的时候 大家只要说好就全部去做 可能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群人在那一边就变成是什么 两群人在那边打架 可是假如是一个对一个的时候 可能两个人就骂骂就走人了 可是两群人在那的时候 各位 两群笔尖 他就变成是一种非理性的一种状态 因为笔尖毕竟会克财 笔尖毕竟会克财 财代表理性 他就很容易会失去理性 所以我们常常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为什么 你可能会被这一群人 这样子在那边瞎起哄的时候 你也跟着在那一边 一群人就这样子被带走 所以这个就是在笔尖劫财里面 很厉害的一个特质 他不是说他很糟 而是笔尖劫财 他本来的特质就是这样 他很容易瞎起哄 大家就冲 你假如是有明确的目标 那你可能会把人家带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 为什么会有团体的出现 什么环保团体 慈善团体 这一些团体 他们有共同的这个目标 他们朝着这一个方向去 那是ok的 但是有些团体我们都说 那个是邪教团体 进去里面都乱七八糟的 各位 所以这个笔尖劫财 他没有所谓的好坏 而是要看说 带领的这个团体的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观念是什么 这个团体他会走向好或坏 所以笔尖劫财 他没有好坏之分 其实数的十神都有同样的特质 就是没有好坏之分 而是到最后看人的看法如何 他可能就展现这个十神的好 这个十神的怪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这一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 都会是一种帮助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